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8月8号 欢迎来到方的言 我是方专 咱们今天讲一个重要的 惊悚的惊天的大案 被北京的一名律师捅出来 这个案子让我们知道 原来很多中国人离去之后 他的遗体不能够完整的变成骨灰 而又经过种种的处理来进行牟利 而且是惊天的大力 它曝光了一家山西的一家机构 这个机构通过4000多具素材 牟利3.2亿元 还更牵扯出中国其他地方 像什么长春这样的地方 早就存在跟这边一样的产业链 这些年到底有多少中国人 不能完完整整的进了火葬场 或者说批了焚化炉 很多中国人家里 你们供的那股灰盒里边 或者那个墓地里边 花了天价买的墓地里边 那供的可能根本就不是你爹 不知道是哪来的玩意儿 这个消息简直太震惊了 我们一起来挖一挖 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 以及我们来探寻一下 中国这么做到底有多久了 好 那怎么回事 首先我们来看新闻 大家来看图片 首先曝光这个事情的 是一名北京的律师 叫做易胜华律师 当然他发了微博说 已经接到北京市的司法局来电 跟他探讨曝光 未决案情的情况是否适当问题 他说他愿意承担相应的代价 什么叫未决案件 就是这个案件已经在 侦破过程当中 只不过他先捅出来了 还并没有定性 或并没有判决 那我们来看下最核心的内容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说和一位外地的律师聊天 得知了一个让我惊呆的案件 山西某医药公司跟多地的殡仪馆合作 收购20岁到60岁的非因病离世的遗体 买来这些 我们别说遗体了 买来这些素材会被什么呢 粗暴的切割 其中的部分骨骼用来制成生物组织材料 出售给医院 其他部分可能还有其他用处 我们都不知道了 所以这起案件是由中国的公安部刑侦局调查 涉及了山西四川广西等地范围很大 光是四川某地涉案的这个素材 就高达几千具 涉案金额三点多亿 在案被告人70多人 这还仅是四川这个地方 光四川 刚才他说的广西山西的地方还没算呢 中国人真是 就说人矿这个词你说有多贴切吧 人没了都要给你先是敲骨吸髓 他下面说 这个律师说 说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亲人的遗体送到涉案的殡仪馆后 领到的骨灰未必是自己亲人的 天知道会不会是什么其他动物的 你可能在家里供了半天 供了个猴 供个什么玩意儿 不知道什么动物 没点供头猪也有可能 多羞辱啊 对吧 就算是亲人的 也未必是完整的 因为走了之后 还要被切吧切吧 这块鸡胸肉 这块鸡腿肉 卡给分开 这个东西咱们在厨房做的时候 对吧 很熟练 但是用在自己的同胞上 亲人上 是不是就觉得毛骨悚然 所以这个律师说 他们是造了什么孽呀 我听得浑身颤抖 那么根据现行法律 被告人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他们设行的罪名是 听好了啊 听好了 颠覆你的三观 犯了这样的事情 他们设行的罪名叫做 盗窃 侮辱 故意毁坏 最高量刑 只有三年 干了这样天怒人怨的事情 你现在已经满脑子 满清十大酷刑了 已经想起伤咒王 怎么把人 你想这么多 没有用 最高的量刑 只有三年 那减刑 减得好 很快就出来了 所以 如此严重的情节 如此具有的利润 处罚却如此之轻 如何让被害人亲属 消除心头之恨 如何让其他犯罪分子 得到震慑 如何能铲除 这个惨绝人魂 灭绝人的黑色产业链 随便偷点东西 就要判三年以上 强插罪的 起步刑 就是三年 这么恶劣的行为 连死刑都嫌轻了 居然是三年以下 全国其他地方 大概也有这样的犯罪吧 刑法修正案 是不是要把这个 罪名的量刑 做一下修改了 要不然 谁还敢把 顾雀亲人 送到殡仪馆的 所以这事出来之后 网上很多媒体 多加跟进 你比如说有人说 说了 你就点头名了 什么山西某媒体 就叫山西奥瑞生物制药集团 他们非法收购了 多加的素材 4000多具素材 被他们制成 18吨成品 出售给国有制药厂 获利3.8亿元 每具素材 获利2万元 那你了解一下 这是何等的暴力 对吧 上面还写着什么 要剔骨 去肉 做成相关制品 那是很多中国人的亲人 然后这事出来之后 除了司法局的电话 接二连三来之后 官媒紧急启动了 删帖压评论的状态 看图片 看上面写着 该话题内容 位于显示 以下为搜索结果词 这些消息 看下张图片 我这不说了 一个一个 这些消息 全部被删除 全部被 屏蔽 更有甚者 让你想不到的是 看下一张图片 最新的消息 8月8号 美国殡仪馆 藏大量腐败的素材 被判罚9.5亿美元 近日在美国 也有因殡仪馆 违规处理尸体 印发的案件 涉案刑警人 被判罚9.5亿美元巨款 8月5日 美国一家老板 涉嫌层190序 被判向受害者家属 赔偿9.5亿美元 掉人员 在2023年10月份 我就不念了 他这边是殡仪馆老板 私藏腐败的东西 他没有用来拆卸零件去牟利 而且只有不到200具 获赔9.5亿美元 约10亿美元 只和人民币近70亿人民币 那边你一个省 几千具素材 才获利三个多亿人民币 美国200具 这个赔偿 这个还是赔偿 是70亿 60亿 你这个新闻 真是慌不择路了 为了堵嘴 为了把锅甩给美国 引走视线 已经忘了 这样不就证明了美国人命 比中国人贵吗 不就恰恰反映 证明中国人命 建不值钱吗 这是自己给自己打脸 可见相关的部门 这种舆论掩盖工程 已经荒不择路了 对不对 而更别提 那边是私自的非法人员 获利那么多 这边是发现之后 赔偿给受害人这么多 受利人都不一样 这也能拿来掩盖 这个新闻 稍微有点脑子的人 读完之后 会更加对中国国内 发生这样的事情 感觉到愤怒 就连这也是忙不迭的 赶紧拿来遮羞 你看一下 现在中国的这个 所谓的热搜 这个热搜榜 热搜榜上都是什么玩意儿 热搜榜上都是什么狗屁东西 有点正事的 都上不了热搜 这就是这次所曝光出来的 可怕的内幕 然而观众 您觉得这事算完了吗 没有 更多的消息 其实被各方面挖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次 该案件 其实已经由 山西的探原市公安局 于今年的5月23号 做出显示此案 移送给太原市检察院 审查起诉 那么该案 共有75名犯罪嫌疑人 涉及着单位 我给你念一下 这名字可长 都能当相上贯口了 什么 山西奥瑞公司 四川横浦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青岛大学 附属肝脏病中心 桂林医学院 桂林市殡仪馆馆 平乐县殡仪馆 永福县殡仪馆 云南水富市火化厂 重庆八南区火化厂 贵州十千县火炸厂 和四川大英县火化厂等等 根据案情显示 山西的奥瑞生物材料 企业公司 涉嫌从四川广西等地 非法购买遗体残枝 作为原料 并对非法所获得的这些素材 进行处置处理 警方在查封 该公司的仓库的时候 和素材的时候 发现人体相关骨骼原材料 半成品 十八余吨 十八余吨 你就品一下这个味道 好吧 然后成品 三万四千零七十七个 案件材料称 说经审计 这个公司 2015年至2023年 营业收入 所谓合计 达到3.8亿元 那么呢 山西奥瑞公司是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于1999年成立的子公司 经营范围叫做同种一体股 植入性材料的这样一个研发生产销售 由李某兴担任总经理 07年开始 据说他的公司逐步引进 从一些人的手中 收购的这些叫中福院 及员工的股份 到了2012年 相关的负责人 已经成为了他的最大的股东 那么后续 不断的赴广西 桂林 四川 成都等地 拉运相关的素材 而且还伪造了很多的遗体志愿者捐献登记表 你品这个味道 伪造大量的志愿登记表 检验报告材料等 以证明其素材的来源合法性和安全性 并组织公司大部分员工 在这个相关的捐献表上 假冒家属签字 所以这个事情出来之后 又牵扯到山东青岛大学 器官移植中心的傅虏人 出售十余具素材 说这个人李某强 将这个素材肢解后存入冷柜 出售给山西的奥瑞公司 共出售十余具 每具价格一万到两万两千元不等 还有 桂林某医学院解剖教研室 共倒卖三百二十二具素材 每具一万元 同样是倒卖给了山西奥瑞公司 非法牟利 那么好 观众们 关于这件事情 眼下这一件事情 咱们先介绍到这 中国这方面的历史 我查了一下 渊远流长 至少我查到的 从2004年 有一个案子就已经开始 我们后面说了 我们先把这眼下这说一下 截一下 不然拉太长了 我怕我忘了 我心里读这个稿子的时候 我心里就存着一堆的火 我没有稿子 我纯粹是自我发挥 我真的是 虽然我隔着个太平洋 但是我看这件事情 作为 我很恶心 同胞这个词 但是我们作为同类 都不应该遭受这样的待遇 对吗 有很多的那些 我能脑补那个画面 一些老实巴交的农民 可能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可能好一点 对吧 社会地位相对比较高 比较有钱 上面都有人 他们可能不敢这么干 但是中国的三四线城市 五六线城市 那些比较偏远地区的 那些老实巴交的农民 那些没有见过什么市面的小市民 不叫小县民 他们就应该遭受这样的待遇吗 我都能够想象 那些人 真的现在有 中国有地方有那种习俗 把这个东西供在自己家里边 早晚三炷香 前程都不行 你让他们现在知道了说 那罐子里边可能是波波鸡 的原材料素材 磨成的粉 你让他们怎么想 那殡仪馆亲手交给我的 还能有甲吗 最大的甲就在殡仪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以前在一些北京 上海一些地方 烧这些 烧这些素材吧 烧这些遗体 你家属是可以旁边看的 那你可以看着把这个推进去 然后盖门盖上 那边点火 然后周围哭声一片 然后你甚至还可以等着这个开炉啊 那个板出来 你自己去捡 是可以的 你自己去收敛是可以的 但是要交钱 要有关系 甚至有的地方 但是更多地方很多人 我听说我的朋友跟我说 尤其近些年 有很多地方 中国是什么情况 就是人是吧 告别仪式之后 让你交钱 搞一个告别仪式 人就拉走了 你外面等着去办 等会儿就给你出了一个温乎的 一个盒 这个盒还必须在他们那买 还卖的贼贵 比如说外面 比如几十块钱的盒 他那给你卖五六百 随便丢点花上签 告诉说对这个适者好 结果你拿回家之后 现在抱上来了 里边可能根本就是那些动物 磨的这些粉 那你想想中国现在能有大量来源 轻易到来的 他在那中能给你用猴子粉 老虎粉 狐狸粉 这些难以获得的吗 不可能啊 那不就是鸡 鸭 甚至猪 牛 羊 驴 你挑吧 你还能挑出什么来 中国大量的廉价的轻易 能够获得的骨骼 不就是这玩意吗 没准还有那些流浪狗 拆碎了 羞辱 极大的羞辱 这是对中国所有的那些 岁月静好的人 正反的一顿羞辱 让他们好好看清楚了 他们所谓的 那个武汉那个大妈 相信这我 不带口罩 相信 你相信了个什么玩意儿 这些人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回应你的信任 而且我之前查到是什么呢 这种事情啊 是2004年 当时在世界上有一个很有名的人体展 这个人是一个德国医生叫冯 冯哈根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印象啊 他那里边展示的那个人体啊 就是像是真人实际上经过处理的 这个皮肤下面的表皮 然后下面那个皮下的那些肌肉啊 筋膜啊 一层层就给你翻开了 那能就是那种生与死的那种强烈对抗啊 是一个号称是懂艺术的这么一个医生吧 那种人体展示 你们往上搜一下 这人名能搜到 这个人当年报道的时候 我如果没错的话 应该是叫观察 观察进行首报的 这个媒体报的 当时是一名德姓廖 具体报现名字我忘了 是一名姓廖的女士在德国居住 她报出来这个消息 说中国从事这个行业 这哥们 为什么跟中国承认关系 不是德国人吗 对 他虽然搞出这个事业或项目之后 他发现 对吧 素材不够 于是你猜 这名德国人把工厂设在哪里 他把工厂设在了中国的大连 雇了几百名中国人 任劳任怨的帮他处理 为了防止太过于惊悚 我说的更加隐晦一点 你们自己体会 他的流程是这样的 来了之后 送来新鲜的素材之后 先冲洗干净 撇去上面的那些 不需要的毛发的一些东西 然后开始动刀 把这些 里边的这些 一些不要东西 把它清除掉 然后往血管里边 注水或者注一些溶液 把它撑起来 能够表现有张强力 然后进行种种的分层处理 把那些脂肪 那些没用的东西 把它清理掉 露出素材的人体的 这种机体的纤维 我都耐出了 就是那种过程 而且 它不光是完全的整体展示 它有部分展示 比如说一个胳膊 一条腿 某一个部分 这个部位是要拿电锯 锯下来的 然后就跟肉案子一样 见过卖猪肉的 村里面的集市 挂在案板上 这个素材 这个你搜 照我这名你去搜 你在网上能搜得到 外网搜得到 国内我不会到 应该是搜不到 所以这个案子就告诉我们 至少从我的角度 我能找到的信息 中国从一九九几年 甚至更早八几年 就开始干这个生意了 而且据这个媒体报道说 他们经常 就是他们 那个公司的所在地旁边 就有几家当地的 看守所 为什么要在看守所边上呢 你琢磨琢磨 对吧 而他们有的时候 进来的素材的时候呢 就是脑袋上有个眼 然后腹部呢 有十字形的切口 有一些重要的东西 它不在了 当当当当 这个新闻看得我 真的是后背发凉啊 原来中国在这方面的历史 如此的渊源流畅 那句话什么 小时候看这个新闻审判 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原来才知道 剥夺都不仅仅是政治权利 连人的权益都不夺 或者说中国人 从来就没有享有过 人的权利 这一点彻底的给你剥削掉 所以啊 总而言之 观众朋友们 这件事情 我们除了愤怒之外 我们冷静下来 你仔细想一想 中国这件事情 里边有一个细节 它跟那个地固有李强 和前段时间 爆公油管车 这个不太一样 那两者事件 是某一个个体 把一个完全隐藏的事件 重新给它扒出来 可以说 这些曝光的个体 站在了这个利益集团的正对面 但是这件事情 有所不同 是他是这名义律师 他虽然曝光了 但是他是提前曝光 因为这件事情 本身已经在公安机关的介入当中 这过程中 很多的侦查手法和侦查的步骤 没有中国掌握地头蛇权利的 这个公安系统 他们是做不了的 也就是说 这些人 他实际上就说 我们可以理解为 中国党内 如果是一言堂的话 这些东西 背后一定有后台 后台是不允许别人立案查自己 他嫌得蛋疼吗 所以 从这件事情 有人去查他 我们可以推测出 中国党内的斗争 其实你可以看到 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一直在进行的 不能说是谁 哪边是正义的 你千万不要简单那么想 哪边是正义的 他们都是为了权利而已 都是为了把对方斗倒而已 这个才是主要前提 不是为你我 你先搞清楚 但是这件事情 你看到 为什么被这个律师报出来 我严重怀疑 可能是案件受阻 于是采用这样的方式 集中爆发 你不是不让报吗 不让审判吗 直接来 我严重怀疑 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整个中国 其实在现在看起来的 风平亮静的这种 这个掩盖之下 是到处的波涛汹涌 我觉得这个整体来说 是一个好事情 中国都被搞成这个样子 民不聊成到这个样子 上面还在岁月静好 央视那个大裤衩 坐在人民头上 又拉又那啥的 每天就是世界上都是苦难 就中国最好 这种现象要持续多久 中华民族 这个所谓的全世界 现在已经不是第一了 但是也是人口大数 到底就要这么的 一直当傻子当下去吗 这种直接触及到 中国人灵魂深处 触及到很多岁月静好深处 统促到很多的中国人心脏的最尖端 最隐晦的那些人的痛点的方式 我认为才是让他们能够至少部分觉醒 去寻求一定的真相 要求一定的监督权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你不打疼他们 你不让他们知道这个痛苦 他们永远岁月静好 民主干嘛吃的 能当饭吃吗 所以总的来说 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我们继续关注后续的发展 会有几个风向标 一个是这个案子什么时候判 什么时候提起公诉 这个是我们等待消息 毕竟还要走法律 对面子上的工程要流程要走 另一个 这名律师他的安危 我们也作为一个风向标 可以看看 如果是反对的那一派 把他给灭了 人间蒸发了 那就知道 中央的某一派 还是势力强大 可以把一切力量压下去 这次的挑战 这次的这种所谓的斗争 就算失败了 所以到底是东风压到西风 还是怎么样的情况 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好了 今天话题就到这里 有点沉重 有点惊悚 但是大家有什么关系 欢迎评讯讯周焉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